我们今天讲第二讲 敦煌曲子词和唐代文人词 敦煌曲子词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词 敦煌曲子词是怎么发现的呢 是在1900年 由于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才发现的 这些作品藏在敦煌的明沙山 明沙山那里有一个著名的墨高窟 墨高窟里面有很多的洞窟 绝大多数的洞窟里面都是雕塑还有壁画 但是这个窟里面是一个长津洞 当时在那个墨高窟里面有一个王道士 这个王道士呢 他很偶然的原因 发现了里面有一个长筋洞 那里面藏了很多的经书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写本 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写本 这些写本呢包括内容很丰富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 其中就包括词方面的 这个王道士这个人呢 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指责 后来我到了东黄墨高窟 仔细地了解了一些情况 发现这个王道士啊 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坏 通常人们是说呢 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 这个长筋洞里面的这些卷子 这手写的卷子之后啊 说他不认识字 他就把它拿去生火 天气冷啊 烤火啊 有时候要煮饭啊 煮饭那个财怎么隐燃呢 就用这个长筋洞的那个卷子去饮火 说他饮火的时候 然后呢就被人家那个外国的那些 博物学家考古学家发现了 然后就忽悠他 说我们给你钱 你把这些卖给我们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我了解的情况是 这个王道士是一个湖北人 他呢先是在那一块当兵 在敦煌那一带当兵 当兵后来呢 这个就复原 复原之后 他就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留在敦煌 就守那个墨高窟 因为墨高窟啊 根本就没人看管的 所以后来人们发现了 它是一个宝藏 那么多的雕塑 那么多的壁画 其实在 二十世纪初期十九世纪末期 那一段时间呢 由于动荡不安 所以那个敦煌高窟 根本就没有人守 他自己就留下了守 他没有回到自己的老家 他留下了守 他一个人就守了个洞 那么他偶然就发现了 其中的一个洞子里面 有这个手抄本 还有一些印刷本 就是通常大家说的 长津洞 他就去找当地的支线 跟当地的支线汇报 说我发现了很多 这个经书 还有其他的手写本 就是王道士平自己的感觉 发现了都是宝物 那个支线那个人呢 就很崩溃 那个支线说好 既然发现了宝 那你就好好看着吧 他就没有采取措施 没有采取措施 这样子消息就传出去了 那么这内带的 就很长时间的 都有一些英国人 法国人 还有俄国人 还有日本人 这些所谓的博物学家 和考古学家 他们就在那里 赚优考古 他们发现了 发现了就要找王道士 就要买 王道士当时 当时的主张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卖一部分给你 我卖一部分有了钱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 长径洞的门做起来 把门做起来之后呢 这不就可以把宝物守住了吗 你们可以想想 这政府和这个农民的 思维方式 心想我把宝物卖一点给你 然后我利用卖宝物的钱 我把门做起来 我们去看的时候 当那个导游介绍啊 说那个门呢 就是王道士当年卖宝物的钱做的 但是他就不知道 这卖出去的都是无价之宝 这个 那么这些东西啊 这些长径东西被打开 这些抄本 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除了极少数 藏在北京图书馆以外 多数都被国外的一些 所谓的考古学家和收藏家盗走 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的 这个 这个斯坦英和法国的薄熙和 这个 法国人呢 盗的都是一些精品 他还挑选了一下 英国人盗的最多 法国人盗的最精 法国人盗走之后啊 他还在北京呢 他还开展览 他说是他买的文化展览 展览后来北京的学者就去看 看了这就大为吃惊 所以这是我们的文献 落到他们手里了 然后再给清政府的学部写报告 当时叫学部 那清政府再开始引起重视 就要把这些宝物 都要封城起来 要保护起来 等到清政府开始行动的时候 这些宝物 多少都已经被人家盗走了 他就是以很廉价的 这个价钱把他盗走 把他收买走 当然还有一些是被当地的一些士大夫 一些官僚 一些地主 他们所得 后来有人还有不同的意见 说这些东西被盗走之后 现在不是藏在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图书馆 以及俄罗斯和日本的图书馆吗 保护还是没有丢失 还是被藏着 相反倒是中国的那些士大夫们 那些地主 那些老板们 他们搞这东西都不知道哪去了 当然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 总而言之 多数的学者认为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耻辱 许多人都觉得 英法联军当年烧了我们的圆明园 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大耻辱 但是这个耻辱 在我看来不亚于 他们 这个圆明园被烧毁 所以后来中国的学者到了 到了国外里边说 这个东航曲子是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董康这些人这些学者 他们到了法国到了英国 发现了这些东西 发现东西但是要不回来了 是别人的怎么办呢 他们就拍照 有的还不能拍照怎么办呢 就是手写 手抄抄回来 手抄回来之后 因为他们毕竟还不是词学的专家 他们手抄抄回来之后 其中就有一个最早的极子 叫云妖极杂曲子 这个手抄回来之后 那么国内研究词学的学者 就大为震惊 因为这个云妖极杂曲子 是最早的词的极子 最早的极子 那么有了这个极子之后 我们关于词的起源的问题 就要重新解释了 关于最早的词的形态 也要重新认识了 所以它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东黄曲子词是现成最早的 唐五代艳乐歌词 东黄曲子词的被发现 是词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些作品改变了 人们关于词的起源的看法 也丰富了人们 关于词的题材 体式 语言和风格的看法 这都是词学界的共识 你比方说过去 大家都认为 这个艳乐歌词起源于中堂 都是以刘 语席 白巨逸 张志和 以他们的作品为证 说词起源于中堂 但是看到了 东黄曲子词之后 才发现有些作品 里面像《港黄恩》 像《阿朝婆》 这些作品 就是做在唐学院中开元年间 开元年间的作品 所以就可以推断 唐诵艳乐歌词 应该是起源于圣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这是我们关于 东黄曲子词的 一个基本情况的介绍 前面有一个简单的界定 东黄曲子词 诗子封存在 东黄墨高窟 长津洞内的 唐五代的歌词操本 这些操本呢 其中最早的 云妖极杂曲子 三十首就在里面 除了这三十首以外 还有一百六十九首词 是散建于其他的操本 后来东黄学就成为一门显学 成为二十世纪的三大显学之一 甲骨学 东黄学等等 下面我们再看看东黄词 看他的作品 东黄曲子词 多数都是民间词 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学的精神 你看第一 他的作者多数都是无名词 第二呢 题材广泛 第三呢 体词多样 比方说 他的字数不定 韵味不拘 凭则通压 尖压方音 常用秤字等等 第四就是语言 自土自然 第五是风格 清新刚健 总体的印象是这样子 下面我们再看具体的作品 具体的作品 这个作品 可能大家不太熟 我跟大家读一遍 福萨蛮 整前发尽千半月 要修且待青山难 水面上秤锤服 只待黄河 彻底哭 白日生神县 白斗回南面 修集未能修 且待三根见日头 这个作品就是一对青年男女 他们发的试院 可以说是婚试 你看整前发尽千半月 这说明这两个青年人 都已经住到一块去了 要不怎么不在别的地方发愿 要在整前发愿呢 说不定都已经结婚了 至少是生活在一块了 整前发尽千半月 就是说这个女人 可能就已经嫁给这个男人了 那我已经嫁给你了 那你就要表个态啊 是不是 于是就发愿 就是发誓 发誓千半誓 哪些誓言呢 它千半誓当然是很多 它不可能把千半誓言都写下来 它只能写几个要点 写几个主要部分 你看第一个誓言是 要修且带青山难 这肯定是男的口吻 说如果我要修气你的话 除非是青山难掉 就是通常大家说的 海枯石难 要修且带青山难 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水面上撑锤浮 撑锤就是撑驼嘛 撑驼是铁的 会浮在水面上吗 不可能的嘛 第三个条件是 直带黄河彻底枯 黄河彻底干枯 一点水都没有 这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 白日深沉陷 这身心和沉陷 它是东起西落 西起东落 它白天都不可能 晚上都不可能同时出现 白天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呢 一个身心一个沉陷 就是此起彼落 不可能同时出现的 夜晚都不能同时出现 何况白天 这第四个条件 第五个条件 白斗回南面 白斗星回到南边 如果回到南边 那不是南斗星了吗 是吧 你看 说了五个条件了吗 最后来一个访问 修即未能修 就是修还是不修呢 且待三根见日头 除非是三根 三根世界见到太阳 我才修理 你看就用了六个 不可能出现的现象 来表达自己 不可能改变的 那种对爱情的忠贞 这就是民间文学 这就是民间文学 你看它的风格 多么刚健啊 不是像现在的 有些青年 是吧 因为这样一种风俗啊 这种婚事啊 这种婚事应该是由来已久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古人 是很讲诚信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这个结婚证啊 他更没有这个公证处啊 那么他的婚姻靠什么东西维持呢 道德 誓言 青年男女先是热恋 热恋之后 然后呢就 要结婚了 或者结婚的这个 一死 他就要 这个要发愿嘛 就是蒙誓 最后要誓 要发誓 像这样一种风俗啊 在中国由来已久 而且这样一种婚事 还成为一个集体的无意识 一直传承到今天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经常看见 电影 电视和小说里面 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 还在很热乎的时候 这女的往往说 你发誓 好 于是这男的就要发誓 当那男的一要发誓的时候 这女的又很心疼她 马上把她嘴巴捂住了 好了 你别说了 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遗传 我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情节 我就想 这女孩子你着什么急啊 你就让她把誓言发完嘛 让她发誓嘛 你看人家这发誓 这女的没有阻拦吧 让她发完 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人 不仅仅在婚姻上是这样 在所有的行为当中 她都很注重自己的誓言 你比方说当年刘邦 带领他们配献的那一帮 撒狗的 卖布的 小公务员 这个被派出所通缉的那一帮人 然后就起义 就打天下嘛 打天下打得差不多了 那刘邦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相信我 我不会辜负你们 然后就有誓言嘛 使河如带 泰山如历 就是说 如果我要辜负你们的话 除非是黄河变成一条带子 除非是泰山 变成一排磨刀石 我才有可能辜负你们 这誓言呢 你们跟着我一块打天下 那我做了皇帝 你们大家都做个将军嘛 做个展相嘛 是不是 就不辜负大家 就誓言 做生意也是这样子 是吧 现在 你看这个北方 还有一些人这样 到了市场上的时候 就把个手伸在他的袖笼里面 互相伸在袖笼里面 那个指头就这么捏 捏 弹完 弹完了就发誓 这桩生意应该怎么做 我们以后不能彼此背叛 所以我倒觉得有的时候 道德的力量 比法律的力量更重要 法律是外在的 道德是内在的 当一个人发了誓之后 他就有所畏惧 一个人要不发誓的话 他是肆无忌惮的 随便就是分手 随便就提出分手 只要一句话 说我已经和你没感觉了 那怎么行呢 那不行的嘛 是吧 所以说这个作品呢 具有民间文学的精神 具有民间文学的精神 你看啊 它的特点 一个是感情真振 第二个是想象奇特而丰富 有些根本文人想不出来的 什么水面上称锤符啊 是吧 这个 还有这个白日生神仙啊 白斗回南面啊等等 是想象的很丰富 你看这些条件呢 多数都不可能实现嘛 这黄河彻底哭啊 这条出问题了 这黄河虽然没有彻底哭 但是每年哭好久 是吧 这个青山虽然没有彻底烂 但到处的青山都烂了不少 所以现在人家爱情就没有 古人家爱情那么坚定了 因为古人当年发的誓言呢 有些它变了 是吧 所以看想象力非常丰富啊 是民间文学的特别 第三语言很朴实 是吧 你看日头 日头就是太阳嘛 这是老百姓的语言嘛 我们老家还叫日头了 是吧 你们那也是 是吧 是吧 且在三根线日头 所以说是 风格刚见 你看这里面体现的这个男子 这种敢于担当 敢于承担责任 这样一种阳刚之气 不是那种练练乎乎的 就是现在人家说不能说 那走着看吧 看今后情况怎么样吧 我争取吧 我争取跟你白头到脑吧 这就不阳刚 人家这是斩钉截铁 是吧 第五呢 行事自由 你看行事自由 这个菩萨蛮的 再看 你看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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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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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后面我们再看见的菩萨蛮就很规范了 那这个 最后一句就是五字了 五字句了 前面的这个 上篇也不都是 四个七言句子 就是早期的菩萨蛮 它在行事上是自由的 在民间文学的精神 我觉得宝贝的东西是水的 最后一遇到水的精神